盘点卡卡西复制过来的那些绝招 卡卡西之所以能出名到 连六道仙人都对他如雷挂儿 主要功劳就是复制能力 有血伦眼的人不说比比皆是 但能做到如此出名的也只有卡卡西一人 与直播该有他一个位置 卡卡西曾以复制了上千种忍术的威名 而让敌人胆战心惊 跟他战斗如果不藏着点 很快自己的大招就会变成他 像迪达拉就很聪明 和血伦眼忍者战斗的时候 就藏着自己的树衣 不让人看过 另外卡卡西还拥有全属性查克拉 理论上没有他用不出来的忍术 所以作为复制忍者 卡卡西都复制了对手哪些忍术和体数呢 下面一起来看看 首先第一个 螺旋丸 这是四代火影勇盖妹开发的人术 卡卡西是四代火影的徒弟 学会他几个忍术自然没什么问题 不过卡卡西这怎么看都是拷贝过来的 因为螺旋丸的学习难度并不低 自来也尝试了很久也才学会 而当时的卡卡西还在琢磨自己的千鸟 螺旋丸是水门从尾兽域之上 得到灵感开发而来的 初衷是为了保护九星奈 这个忍术的开发还有自来也的功劳 所以最初的名字是光轮冷冻典型 玄毛自来也双试丸 非常水门 不过被九星奈给强行改成了螺旋丸 简单好记 螺旋丸虽然无需结印 但是却属于忍术形态变化的机制 原理是将查克拉控制在手中形成压缩小台风 所以卡卡西复制起来没有多大的压力 但是涉及到性质变化就有点玄学了 在教名人开发螺旋手里剑的时候 卡卡西就表示自己做不到将雷顿融入螺旋丸中 不仅是自己 四代火影也没有突破到性质变化的层次 或许因为只是复制了螺旋丸的外表 并没有了解其中的精髓 所以卡卡西实战中很少用螺旋丸对比 唯一的一次还是在测试名人出具雏形的螺旋手里剑 使用螺旋丸和名人对比 按道理来说螺旋丸的破坏力是要超过千两个 卡卡西将它作为杀手锏最合适不过 当年名人佐助天台对拼的时候 卡卡西阻止了两难 事后他有些后怕的对自来也感叹 螺旋丸对名人来说还太早了 搞不好会杀死佐助 足见他对螺旋丸的威力是非常认可的 第二个 冰盾一角白金 这个忍数是剧场版血迹人法帖中 卡卡西在雪之国执行任务时复制雪之国忍者 不过这个冰盾并不是血迹献界层面的冰盾 卡卡西虽然是全属性忍者 但还无法做到复制血迹献界及其以上的人数 不然真的就要上天了 之所以用出冰盾是因为地理优势 雪之国常年冰天雪地 水盾用出来都会瞬间结成冰 刚和雪之国忍者交上手时 卡卡西的水盾瞬间就被压制 冻成了冰渣子 第七班被压着打 此时冰盾忍者还很嚣张 不过卡卡西瞟了一眼对手所结的印 立即就明白了怎么回事 细心的小伙伴应该也能看出 所谓冰盾的印其实就是土盾的印 以冰为土用出冰盾 这对于土流必能挂狗头的卡卡西而言简直太轻松不良 从模仿到直接超越 第三是再部斩的水盾人数 郭之国任务中 卡卡西在和再部斩交手的过程中 学会了再部斩的一堆人数 第一个是水盾物影之数 初次交手 两人都只在情报上了解过对方 一个是无声杀人数 一个是血文脸副指 所以再部斩率先就拿出了自己的物影之数 想要挡住卡卡西的视线 再用自己擅长的暗杀解决对手 不过当他用出这个数的时候 卡卡西就已经copy过来了 虽然在这次战斗中没有用 但是后来在和又交战的时候 卡卡西就动用过物影之数 学再部斩用物气削弱血人眼的作用 多少还是有点作用的 消耗了又的一个大好火球 再部斩被复制过去的第二个人数是水盾水分身之数 在物影之数发动之后 再部斩使用水分身进行偷袭 然而同样在雾起的一瞬间 水分身就已经被卡卡西复制了去 两人多次水分身相互套娃 分身之后再分身让人眼花缭乱 这个战法卡卡西最常用 之后再又首次回村时 卡卡西同样使用水分身与又套娃 水分身某种程度应该和影分身一样不容易被看穿 毕竟水也是实体 不过和再部斩这次可能是因为复制时间比较短 卡卡西最后奇输一招 被再部斩一脚踢进了河里 原本他还想在水中躲藏一下 结果没想到再部斩迅速贴近直接施展水疗之术 卡卡西顿时被困住无法动弹 这次施打时算是完非了 不过好在名人佐助的配合格里 给了卡卡西创造了挣脱水疗的条件 有了复制再部斩第三个忍术的机会 水盾水龙弹之术 别的水盾都还有可能是卡卡西提前从其他人那里复制来的 但水龙弹一定是复制再部斩的 因为整个火影也只有再部斩的水龙弹有44个影 同样的水龙弹 二代火影和万年下人古戒只需要四个影 水影照每名甚至无需结印就能喷出 而之后卡卡西为了提高忍术发动速度 拼命把结印速度提升到了惊人的地步 成为了火影中结印速度最快的人之一 和经历三年成长之后的小英语名媛演练时 结印速度惊呆了两个 关键是水龙弹还是卡卡西最喜欢用的一个水盾忍术 手速大概就是这么练出来的 卡卡西复制再部斩的最后一个忍术是水盾大瀑布之术 不过当时两人对垒时 他却先在部斩用出了这个数 吓得在部斩以为他能看见未来 当然也有小伙伴认为卡卡西的水盾大瀑布之术应该是学别人 但别忘了卡卡西的血轮眼还有幻术作用 通过幻术核心理暗示 卡卡西不仅提前知道了在部斩即将说出的话 就连他心中的印都知道了 而在部斩看到这个事实越来越慌 以至于生出卡卡西能看见未来的恐惧 到最后他也想明白了 其实就是自己吓自己 接下来卡卡西复制过的是鬼胶的人术 水盾水胶弹之术 作为一辈子都老老实实结印的奶 卡卡西要学鬼胶的忍术简直不要太容易 鬼胶在跟着又回木叶和阿斯玛交手时 原本他想直接一个水胶弹打了阿斯玛 结果突然冒出了同样的人术比消了他的人术 鬼胶当场确认了卡卡西是值得他消的人 不过又阻止了他 你认真跟卡卡西打的话会没完没了 花费的时间越多其他忍者就会赶过来 最终这场战斗没打起来 不然卡卡西高低还能再学几个水盾 接下来是土盾猎土转掌 这个忍术是当年带土死之后 炎鹰忍忍者发动将带土埋葬地底的忍术 双手一拍大地军裂 此刻的卡卡西刚移植了血轮眼 第一眼就将其复制了下来 所以这应该是卡卡西第一个复制的人术 据场版《星月岛之动物大骚动》中 卡卡西在任务中就用这一招挡住了敌人的追击 当年第三次忍戒大战的时候 卡卡西没少和炎鹰忍忍者交战 估计在那个时候应该就复制了不少土盾 不过挂狗头的土盾土流币应该是他原创的 当然不排除套客 综上就是卡卡西复制过的人术 但他号称复制了上千种人术 所以肯定还远远不止这些 只是还没有展现出来 另外有小伙伴认为他的好火球应该是复制于佐助的 但是明显结的硬比佐助还多 所以很有可能又是被哪个不知名小忍者坑了 要是跟又学 可能只需要一个印 只有和佐助打的时候 又才需要结满五个印 忍术复制完了 体术卡卡西同样也能复制 毕竟体术某种层面来说其实就是各种打斗动作 佐助中人考试前被小李吊打一顿后 就复制了小李的体术木叶生风 创造出了自己的体术狮子连弹 名人又从佐助的基础上感悟出了自己的名人连弹 配合影分身还能用出上千连弹 而卡卡西跟凯是好机友 凯的绝招当然也要复制几个 首先第一个是八门盾甲 卡卡西是会使用八门盾甲的 不过只能开到第一门 这个术是麦特代单独传给凯的 所以很明显就是凯交给卡卡西的 凯三天两头就会找卡卡西较量 有什么绝招卡卡西可能比他本人还清楚 包括八门盾甲的原理以及未来能爆发出的情谊 不过卡卡西对八门盾甲只是潜尝者指 学会了第一门之后就不再生究了 这应该不是他的天资不够 八门盾甲需要通过修炼积攒查克拉 毕竟人体打开各个门之后 只是加速查克拉的流动 本质上并不会增加本人的查克拉量 所以需要通过刻苦修炼积攒力量 而卡卡西拥有关不掉的血纹炎 练习八门盾甲提升难度很高 不然只要再开一门 体数又能强上一个等级 卡卡西复制的第二个体数是表莲花 这一招是学会八门盾甲第一门才能用出的招式 首创应该是凯 以强大的力量先将对手踢到半空 趁敌人懵逼的时候一个倒栽将其中在地上 这一招卡卡西对名人用过 打角度的时候同样也用过 只不过忍者头都比较挺 表莲花杀伤力往往不怎么高 好了以上就是卡卡西复制过的所有绝招了 对于卡卡西复制过来的忍树体数 你还有知道的吗 欢迎留言评论 说到体数最后卡卡西还有一个体数千年杀 不过这就算不上是复制过来的 只需要截虎之印就行 这个数是卡卡西的父亲齐木朔茂开发的 应该算是他唯一留给卡卡卡西的体数 卡卡西又交给了名人 名人对很多人用了 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我是永代妹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